许多广大上班族工作真的好辛苦 虽然有些人都喜欢开玩笑说 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当这个躺平族 不过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现在真的有一个最新的躺平族数据出炉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年初开始 全国房地产的买气是激动的一个状态 一起来看到我手边这份最新数据 从内政部不动产的资讯平台可以看到 全国住宅买卖转移的比例低音技术来到了49.9%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减少了11个百分点 不过赠议的比例却是多了2.6% 但到底哪个县是躺平族最多呢 我们直接来分析六都的数据了 先来看到继承占比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台北市了 来到了29.4% 也就等于说每三笔住宅移转当中 有一笔就是来自于继承 像是赠议的部分台北市也是机关 第一季赠议比例是来到了23.3% 平均年增幅是来到了2.9%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台中市的数据波动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现在台中市的建案是逐渐的越来越多了 房屋增长的状况底下呢 可以看到移转的比例也是相对提高了 第一季继承比例是高达了26.8% 年增幅更是惊人 和去年第一季相比是增长了10.8% 再来看到赠议的部分 台中市比例也是居高不下来到了15.9% 年增幅是稍微低一些些了 大概是落在了2.5%左右 这些数据出炉之后也有防众就开始进行分析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说这些躺平族增加 赠议跟移转数量同步增加了呢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战后婴儿潮世代 至于现在大概是70年左右的时间 那个时候是经历了台湾前烟角墓的这个荣景哦 在房价所得比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世代 已经累积了不少的房产 现在开始会慢慢的转移给下一代了 所以那也导致说这个住宅继承比数 是持续的创下新高比例 好那我们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说 现在躺平族也很多 但是也有不少家长 根本可以说是孟姆三千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下一张图卡了 我们要看到台北市啊 目前日前是有公布出11020年度 国小额满学校数量哦 这个数据其实是高达43所 其中还有25所是已经超过了容纳学生人数 这有房仓业者做出了这个统计很有趣哦 他们就统计出了台北市这25所 需要办理入学审查的额满国小的周边房价 一起来看看这个排行榜 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上榜呢 首先最枪手的就是这个新生国小周遭的住宅了 平均单价是高大的114.6 名列第一耶 主要就是因为新生国小对面是面对大安森林公园 等于说有这个学区跟公园的双题材效应 虽然说这个房价动辄破百万 不过为了拿到明星学区的入场券 现代莫母依旧是取之若鹜哦 再来第二名可以看到这个精华国小平均单价也是不输新生哦 落在了1平113.6万元 再来是东亚国小附近平均房价也是破百来到102万元 还有信安跟博爱国小平均房价也是来到了98.4万跟91.6万元 至于说排名第10名的这个长安国小啊 平均单价是落在了73.7万 一年成交量却是345件算是这个排行榜里面成交最多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长安国小在大同高中国中部的附近 所以等于说夹带中学可以直升的优势 深受家长的青睐哦 不过看完这些观众朋友还是要注意 因为学区的划分并不是单纯用距离来作为标准 所以各位家长们在购物前可以先到台北教育局网站上 搜寻学区一栏表才能够确白说 你买的学区宅可以位于期待的学区之内哦 以上就是这集的环抱推播跟观众朋友做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